应该说是有些不同看法, 因为过去一个就输一个, 这个球都算是发球的了, 不过对方真是又僥倖,对方打失, 这也好,压回他的反手, 即使他拉过来的球, 自己也不用动嘛, 现在许欣明了, 接发球落到对方右方的位置, 迫着他的反手来着, 直接不分3比0, 第三局有一个好的开局先, 嗯, 一硬硬着高峰的反手, 就算他拉,就算他拆, 自己也是比较容易对付, 对啊, 他刚才这样反手拉过来没有质量的, 就算他打他而已, 过正手就输败, 接发球第一板过正手就输败, 对方北股371, 朝冲暴五, 都是食发球, 对这个旋转真是这么拒呢, 防守一板之后, 都脚步移动过去, 准备側身反拉, 不过对手的角度跌动真是很好, 其实许恩都没正式是适合位, 角度太开了, 他已经吃了个发球了, 他要求过攻, 他知道许恩要側身抢攻, 所以他就拼命, 送个球斜点, 越接越好! 现在拉拉随刻, 都很稳阅的, 中枯对拉, 不下封了, 真是3比5 谁拉起一旦,谁都是主动的 所以许恩很知道这个道理 正手拉,不是反手拉 只要变成上船球 对许恩来说是好打 3比6 偶尔的上船主 参反的众手 这样做变化用的方法都可以 效果完全不一样 7比3 接着昨天环一破了地方的发球抢弓 整个比分就倾向于许恩那边 9比3 9比3 打比音波就是 从发球接发球开始 你发什么球 就告诉对方 我想怎么打 你接发球怎么接 又是告诉对方我怎么对付你 所以你如果自己想打上船球 你尽量发上船球 对方过来的波就上船 好,11比4 第三局 尾音是明显佔上风 又是那句话 尾音看起来 其实不像第二局这样打 很正常的 尾音